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本身就是男一动画所毕业的 然后现在是在念博士班 那我自己本身就是动画创作为主 但是其实我大部分做的东西 就是还是比较属于实验动画的范畴 也喜欢摄影 然后收集了一些 收集了很多相机或者是改装相机 然后所以就是这一部分 就是开始让我就是想说 是不是可以把图像转化成会动的 那在那之后我才开始进入到说 开始以动画来进行创作 但是就是在开始创作的时候 我其实也不太确定说 到底是要用什么 那时候也不太清楚 是直到就是开始念研究所的时候 我才 我才开始进入到这个动画的领域中 那 所以我一开始在做的时候 其实主要还是以煤柴的实验为主 包括说 以停格动画的方式 结合 物理的 尤其是物理形象 比如像说 冰块啊 的融化 融解的这些 这些过程 我觉得还是属于那时候是用每一周 每一周拍一部十几秒 然后去把它串联起来 就是用行变的方式去把各种的媒材 它的表现融在一起 那我最近做的这个作品 那其实我大部分做的作品 其实都是从图像 那这一次这个作品 其实一开始都是连续画了几幅 关于议题的 嗯 图画哦 就是后来就做了 这件这件作品哦 就是利用 以一个立体图像的视觉 哦 为主要的一个形式哦 就是我们知道就是 嗯 19世纪 立体视镜 大家应该有看过那种 立体书吧 有吗 就是你自己用斗鸡眼 就可以把图像变得立体 在一定的距离上 大家有看过吗 就算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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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舞台舞台 也就是身体的動作 所以我常常跟舞台舞台 像舞台舞台 或是一些演唱者或是一些演唱者 或是一些藝術的用途 现在我做了一些项目的项目 项目的项目是《 Book Anima》 《 Book Anima》是《 Book Anima》的语言之一 所以這是一個實驗動畫的項目 來給新的電影生命運動 這是這個項目的主要 我愛電影 你們的作品裡面其實都很強調一種模糊感 這個模糊感不只是影像本身的一個模糊感 也在於你們作品想要給出的 其實不是一個像這個商業動畫的一種確定性 不管是在形象或者是在主題內容的部分 都有一種模糊感 那我想要問的是你們怎麼看待你們的作品裡面 這個模糊感所帶來的這個 你們怎麼處理這個模糊感 我覺得這個模糊性可能是我對 我從就是等於說 跟現代的這個處境有關 尤其在數位年代以後 這個動畫它在跨領域或跨學科之間 其實你會慢慢發現它變得有點模糊 尤其是實驗動畫 就是因為我的創作其實一直會跟這個水有關 那我覺得水就是很曖昧 就是它是一個很流動的 一下子可能是像這個形狀 一下子像這個另外一個形狀 那我覺得它就跟也可以對應到 尤其是這比較政治一點 就是台灣自己我們在看待我們自己的國家 或者是我們的身分的時候 這個流動性是不是變得有點曖昧或模糊 我只會根本地重視上香港的關鍵 我只是想像這些工藝人一樣 所以藝人就是… 現在的史上術是… 現在的一些工藝人就是… 這裏的工藝人就是… 這裏的工藝人就是… 就是那些地方很不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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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知的 所以,我不是不知的,不知的,很不知的地方 只是位置或位置的地方是很不知的地方 很不知的藝術人們一直都不知的地方提供的地方 所以,觀眾們只會反對於新的事物 因為我們以前很熟悉的地方 我們人物是很不知的,很不知的 我們真的反對於新的事物 但是現在的藝術歷史上的藝術人們 一直都很不知的,很不知的,很不知的,很不知的 很不知的,很不知的,很不知的 所以,藝術人們就像這樣 我目前為止,藝術人們就是很不知的 很不知的,很不知的,很不知的,很不知的 就是藝術人們的藝術人們 很不知的,很不知的,很不知的,很不知的地方 所以,我們一直在想,很不知的,很不知的地方 在藝術裡面有一個交集 其實這個交集,就是動畫是使生命給出生命 使一個無生命的東西 在觀眾的眼裡面給出了一個新的生命 作曲時代,作曲時代,作曲時代,指定